中央中央,让我们等到了AMD全新一代的显卡 也就是AMD Radio RS9070和RS9070ST 我觉得不论你是A卡还是N卡的头号头粉 好吧,还有i卡也是 RS9070和9070ST的到来都会对我们消费者是极大的利好 坦白说在发布会开始之前 甚至是一小时前我个人其实兴趣都不是很大 即便是我的朋友询问我对RX9070是否感兴趣 我都是这样回答的 当然最终我就被打脸了 那是因为 RDNA4Bring FSR4 Radeon RX9070 RX9070XT Faster Performance In Over Theta 4K Ultra Starting at $549 $599 AMD了 看完了整个发布会让我有股回到2020年末 苏马赛在线上发布会上掏出这颗东西 并宣布它的价格时带来的激动与兴奋 好了你们知道这时候应该高声呼喊什么了 请各位尽情的呐喊吧 我是真的没想到时隔五年 居然还能有机会重新体会这份激动与兴奋 以至于即便我人不在工作室 也要连夜将这期节目给干完 相信在你看完本期节目后 也会和我一样兴奋的睡不着 那么今天就来和各位重点分析 AMD Radio RS9070和9070XT的显卡发布会 AMD于2025年2月28号晚上 这次发布了基于RDNA4架构打造的 Radio RS9070以及R9070XT显卡 发布会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详细的介绍 关于RDNA4架构的几大技术重点 首先就是更先进的制程与能效提升 RDNA是采用了太极电TSMC的4nm制程 这不仅使得芯片的效率更高 功耗更低 并且意味着梅瓦性能大幅提升 能够更好地控制功耗上限与稳定性 不用担心温度过高 散热压力大大减轻 然后就是运算单元与光线追踪加速器全面升级 AMD强调新一代的CU效率翻倍 这在传统观伤化渲染上能有更好的性能 而第三代的光线追踪核心 则让光追效果更加逼真 使游戏中的反射、阴影细节等都将大幅提升 当然我不觉得它能干得过RTS50系 不过只要它能和同等观伤化性能的RTS40系显卡 再开启光追性能也能拜拜手腕的话 那我觉得RDNA4的进步就已经足够惊艳了 再来就是升级了AI加速功能 RDNA4集成了第二代AI加速器 不仅支持FP1677学习运算 还为全新的FSR4超分辨率技术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硬件支持 这次的FSR4也和隔壁的DNA4一样 利用了AI模型实现更细细的超分辨率与增生层 当然技术上我是绝对相信FSR4已经赶上了 就是两家的AI模型表现与最终的实现效果 包括增生层延迟表现是否能让玩家接受 我觉得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但FSR技术本身就是开源技术 其优势自然就是任何一张显卡都能运行该功能 因此FSR4本身的表现确实让我非常期待 但同时也不敢太过于期待 不过当我看到这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 相比起英伟达与年头发布的RTS50系列显卡核心Blackwell 这次的RDNA4我觉得诚意更加十足 而且才值得换代这个称呼 虽然这次AMD并没有推出替代RF7900 STS的旗舰级显卡 但端出来的这两款RF9070系列显卡 就也让我们兴奋不已了 第一款端出来的就是RF9070 配置56组RDNA4运算单元 56个关税追踪核心 以及112个AI加速单元 boost频率最高约2520MHz TTB预约220W 显存技术部分则是标配16GB GDDR6 以及256bit位宽 在性能表现的部分 官方宣称在4K分辨率下 性能较RF7900GRE综合提升约21% 定价则是549美元 接着就是规格更高的RF9070 ST 核心规格部分是拥有64组RDNA4运算单元 以及64组专用的光线追踪核心 AI加速单元也增加到128个 boost频率高达2970MHz TTB预约304W 和9070一样标配16GB GDDR6 以及采用256bit位宽 性能表现的部分对比起RF7900GRE 在4K分辨率下性能提升约42% 官方定价是599美元 另外RF9070 ST也把隔壁刚推出的RTX5070Ti 一起拿来对比了 整体综合性能是稍弱2%的 但RF9070 ST的售价可比RTX5070Ti便宜了20% 这么对比下来哪家性价比更高 直接高价里判了 而RF9070应该是对标即将发布的RTX5070 两者的官方定价都在549美金 非常期待他们之间的对决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大致和各位介绍完RTX5070架构 以及RF9070和RF9070 ST显卡 接下来我就来聊聊一些我的观点 首先是在这整个发布会之中 有一个我非常好奇 但官方却只轻描淡写提到的部分 那就是RTX5070的媒体引擎升级 虽然AMD并没有详细列出具体规格 但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个人是十分期待RTX5070能够支持 H2650bit 42的解码功能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打造一个 全3A平台的视频剪辑装用主机了 如果有机会能够尽快拿到RF9070系列显卡 我也会着手测试这部分的表现 再来就是显存规格的选择 这次的两招RF9070系列显卡并没有选择GDDR7 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主要是GDDR7的发热功耗高出不少 实际成本也会明显高出一些 而选择更成熟的GDDR6 除了能够更好的控制成本 从而影响实际售价以外 更低的功耗与更成熟的工艺 也能带来更好的能耗与发热表现 再来就是AMD这次的发布会 其实至关重要 我们先别管这两款显卡的性能 是否如官方宣传的表现一样 又或是标注的价格是否真的容易买到 甚至不论你本身是N卡、A卡 甚至是I卡的拥护者 这两招RF9070系列的显卡出现 对我们都是百利无一害的 原因在于当前市场环境的特殊情况 大家都知道NVIDIA最新推出的RTS50系列 虽然高调亮相 但货源极少 议价严重 加上频频出现变转、驱动问题 甚至是ROPS单元被削减 供电接口烧毁等各种问题 这让不少玩家苦不堪言 正因如此 这时候AMD推出一款不仅性能强悍 而且价位更亲民的RF9070系列 绝对是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良性竞争的希望 即便你不考虑购买RF9070系列显卡 但市场的压力也会促使RTS50系列显卡的价位 快速回落 货源尽快补满 当然可能5090、5090D除外 所以不管你是否看好RF9070系列显卡的表现 它都能变相让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这次RF9070系列显卡的诞生 不仅仅是AMD技术的一大升级 更是在市场上下 AMD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AMD的管控不但甚至是市场不重视 导致新鲜卡缺货与频繁出现不该出现的不稳定问题 我们对此真的感到十分失望 而RF9070系列的强势入室 无疑会迫使AMD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 给市场带来更健康更良性的竞争环境 当然如果RF9070系列也一样耍猴 那你倒不如不在上海开办如此高调的发布位好了是吧 我可不敢把希望放在最后的Intel身上了 所以AMD必须Oligate 不舍望你这两款显卡能无限量供货 起码比隔壁N卡正常不少就行了 拜托了AMD